好,我是艾莉珊 哈囉大家好,我是艾莉珊 今天跟你們分享一個 顛覆過去畫眼妝的方式 創新的眼妝畫法 可以達到開眼角跟開眼頭的整形及效果 這次呢,我回顧了一下之前的畫妝影片 覺得好像每次都是教大家 就是眼线跟眼影上下连起来 然后向上去放大两倍双眼的化妆方法 那个是建议初学者可以参考的 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来挑战进阶版 就是我研究了一下韩妆的画法呢 他们会比较着重在眼尾这边呢 我们不用再上下相连了 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的眼线很清楚的 然后但是下面看起来是没有眼线 是用眼影去晕染出来的 然后他其实不用刻意的把线条相连 但是会有延伸这个眼尾的这个效果 然后这样子呢来达到一个开眼角 然后还有开眼头这边也有一点晕染 这样子去达到一个自然放大的一个效果 采状榨期术开始啰 我们先用一个浅色的眼影呢 提在眼头这边 到眼中间 前面最短 接下来这边很重要呢 眼尾这一段的眼影 我们用深一点的咖啡色 然后呢 我们要往后面画 然后呢下眼影我们不用跟上面的连在一起 这里这个三角形这个区块把它浮满就好 轻轻的往前面刷 然后眼尾这边很重要的重点来了 再高一点镜子放在底下 然后这样下下看的时候呢 眼尾这边 这里把它平平的延伸出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内侧这里 把它补满 然后呢 内侧这里 把它补满 我们现在用一个最新的咖啡色 然后 让它画上眼尾这边 我们现在要 描睫毛的根部 眼皮的眼尾一边 那 开眼头的效果呢 就是我们要刷在 眼头这个位置 还有内眼角 接着呢 我们用一个金色的亮片 来打亮或缠 在黑眼珠的下方 然后轻轻的 往旁边刷 上眼皮的中间 这里 往上点一点 刷完睫毛膏了 好刷完睫毛膏了 那今天的眼妆就完成啰 那我现在要来 整理头发 我们今天来用一个 韩戏的蛋卷法 好今天头发很快速的整理完 其实有点偷懒 就是大概随意的卷 那如果你对发型的 就是造型有兴趣的话 欢迎加入订阅 回员会分享很多 关于发型的 点教学 好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喔 然后加入订阅 下次再跟你们分享 然后想要看什么类型的 妆容、发型、教学 都可以留言给我 拜拜